咖啡 咖啡 所有與會嘉賓在福貴國小雷隊的鼓聲下 一起為台灣國姓咖啡館揭牌出賀 咖啡館不只能品嘗現煮咖啡 還展示鄉內咖啡相關產品 遊客並能夠體驗咖啡的製作流程 並透過DIY活動學習沖泡技術 台灣國姓咖啡館的創立是 要提供遊客更多的選項 因為我們咖啡不僅可以提供 現場烘焙的DIY 還有手沖的DIY 以及我們還有做我們當地的一些 比較特產的DIY 還有我們就是要讓遊客來的時候 不僅可以品嘗我們在地的咖啡 更可以把我們的國姓的咖啡 帶回去當伴手禮 國姓咖啡產量冠軍全台 品質更是出色 為了讓遊客及民眾便利購買 在地咖啡當伴手禮 特別在國姓驛站設點 希望未來咖啡產業 也能帶動休閒景農特產等產業 台灣國姓咖啡館 它開幕之後 至少它是一個很具體的告訴大家說 來到這個國姓驛站 可以喝到台灣的國姓咖啡 那當然還有分佈我們國姓鄉各個地方 有很多個咖啡館 也都是我們國姓的咖啡 那也要藉由這個 然後去延伸到其他的點 那我希望我們的國姓咖啡 可以帶動我們國姓的觀光 而且可以帶動我們地方所有的農特產 在這裡也希望這個點能夠日後 能夠成為國姓的一個亮點 縣長林明珍表示 未來也計畫擴大規模 在周邊偵設其他設施 打造成觀光休閒場所 縣府也將在貓羅西旁 成立沙雕五化園區 並預計擺設國姓咖啡攤位 推廣國姓咖啡 那麼國姓這個議戰 我也想說我們縣政府 再跟公司融會 再來規劃 把這個台灣 國姓咖啡館這個位置 我們再擴大 然後再徵受一些必要的設施 把這個變成一個 比較大的規模 才能夠吸引觀光客到這邊 做休閒喝咖啡 來這邊遊玩 過去農民有能力種植出好咖啡 但無多餘的心力 專注在行銷或是販售上 如今工部門協助 成立台灣國姓咖啡館 讓農民專注在生產 也大幅提升國姓咖啡的曝光度與知名度 民藝新聞侯一倫 國姓採訪報導